哈囉大家好 MLB場上無奇不有 有精彩的拳雷達演出 也有讓人百看不厭的美技手背 但是今天要帶您來看 MLB歷史上一些令人感到錯愕的失誤表現 首先我們來看一場跨聯盟的比賽 光芒做客國民主場 Steven Sousa在一壘友人的情況下採取犧牲觸擊 這球點在三壘方向 投手Blake Trinan過來接 結果傳了一個大爆傳 David Hazel從一壘直奔本壘輕鬆得分 Sousa則是一口氣站上三壘 再加上右外演手Brice Harper抱傳回本壘 Sousa也回來得分 光芒在八局上靠著犧牲觸擊 一口氣得到2分 將比數拉開至5比0 這場大雨讓Trinan與Hopper都6球 發生令人驚訝的失誤傳球 我們把鏡頭轉到2015年季後賽 大都會明星二壘手Daniel Murphy 在季後賽前兩輪 擁有石破天驚的表現 不但在初賽的9場比賽 常常有安打 而且還敲了7支拳雷打與11分打點 攻擊指數高達1.462 不過在世界大賽的第四場比賽 八局上大都會3比2領先的時候 他的要命失誤不但讓皇家隊得到追平分 也讓對手在這個半局可以延續攻勢 並一口氣得到3分 Hosmer敲出二壘方向軟弱滾地球 Murphy想要趕快接到球 抓往一壘跑的打者 沒想到球居然從他手套下滾到外野 他在這場比賽的表現 讓所有大都會球迷失望 大都會最後以3比5輸掉世界大賽第四場 以1比3在系列戰落後氣勢也沒了 最後被皇家隊擊敗 與睽違30年的世界大賽冠軍獎盃 再度插身而過 最後我們要來看一名投手 居然可以在同一個play 發生三次失誤 這位陽際投手叫Tommy John 沒錯就是Tommy John手術的Tommy John 他在1988年先發對決量9人的比賽中 第四局一出局一壘友人 面對打者Jeffrey Leonard 為了要接這顆軟弱的滾地球 他彎下腰趕緊空手接球傳向一壘 結果發生大爆傳 這時候已經發生了兩次失誤 量9人的Jim Gatner已經繞過三壘準備往本壘衝 還好陽際優娃野手Dave Winfield 趕快把球傳回本壘 結果這時候球被Tommy攔截 而且他還決定把球傳到本壘版 結果再度發生大爆傳 Gatner不但順利得分 連打者Liner也回來了 Tommy過沒多久 看到這樣的計分版應該很傻眼吧 因為團隊失誤次數從0變3 而且通通都要算他的 那大家知道同一個Play 最多發生過幾次失誤嗎 答案是3次 Tommy也從此榜上有名 最後我想問大家 你們還有看過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失誤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 影片就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